那它的流程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你就先主要是先做好你这个个人的资产的 这个说明 特别是资金来源的说明 这个政府在审查 拿到你的材料 所有材料之后 他对你进行审查 他会加入这个CRS 就是经合组织里面出的这个CRS这个标准里面的各项 它是什么全球反洗钱法呀 或者说 全球的对你的全世界的资产都可能进行这种互通啊 就是说你这个来 你这个投资的这个款项来源不是通过你贷款来的 他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是你通过你个人自己拥有的这个财产 所以 所以这一点啊 这个他就是经过三四个月的这种审核吧 大家就注意一下 那审核通过了之后 你就在他给你发的这个批准之后 在三个月之内 接下来的三个月之内 你完成你对应的这个投资行为 或者捐款行为 完成了之后 你就可以来拿到他的居留了 那